高等法院向歌曲《怨荣光归香港》颁临时禁制令 影片分享平台YouTube宣布会遵循裁定 限制在香港浏览相关影片 在YouTube搜寻《怨荣光归香港》部分影片无法浏览或者留言 网站显示根据法例无法在香港播放 路透社引述YouTube声明指 应应香港法庭禁制令 及时限制32条《怨荣光归香港》短片在香港播放 公司正修改系统 相关影片在母公司Google也无法搜寻 YouTube的声明同时批评禁制令影响香港声誉 令人质疑香港政府促进数码经济 以及恢复香港营商声誉的工作 对法庭裁决感到失望 但会遵循并考虑上诉促进资讯流通 不过未能浏览的只有涉及的32条片段 同类影片大部分人可搜寻浏览 包括两日前上载的《怨荣光》片段 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提醒有法律风险 所有这些不同的版本 都是受禁制令所限制的 因为这个禁制令其实写得相当清楚 可能他们根据自己的尺度判断 是不需要遵守这个法令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相当危险的 在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尺度 自己的眼光去判断 他的行为是否受到法律的要求 满足到法律的要求的话 这个社会就无法自可言 他又指禁制令未有限制荣光海外传播 有可能再发生播错国歌事件 而其他音乐传流平台 也仍可搜寻和播放《怨荣光》 判辞指单凭检控 明显不足处理严重刑事问题 互联网流量大 很多人接触到破坏力强 有需要用禁制令维护国家安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 促请各平台将相关片段下架 字幕提供事项目 我会用力量大体 警察网上 必须 生不足处理 希望你们能够 有